娱乐圈中总是被人拿出来说的爱情不少 梁朝伟和刘嘉玲的故事就是被讨论的热门之一 2008年梁朝伟和刘嘉玲结束长达20年的恋爱长跑 在不单举行婚礼 已经过去12年了 但时至今日 还是有人在问梁朝伟为什么要娶刘嘉玲 因为在很多人的心中 梁朝伟是浑身不沾烟火气的 狄仙一样的人儿 但是反观刘嘉玲则是一个自带女王强势气场的人 说白了还有那么一点俗气 这两人单就气场那是天差地别的 一个出世一个入世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了将近40年 1990年对于刘嘉玲和梁朝伟来说是沉重的一年 4月的某一天夜里 正在片场拍阿飞正传的梁朝伟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一向云淡风轻到顺志曼半拍的他 突然脸色大变 随后就告诉导演王家卫说自己不拍了 虽然梁朝伟当时没有对人说出刚刚接的电话内容 但是不久之后 大家就明白了 让他面色如土的电话内容 那天晚上著名女星刘嘉玲在去朋友家的路上被绑架 而刘嘉玲正是梁朝伟当年的女朋友 接到电话之后 梁朝伟因为恐惧和担心手一直在抖 以至于车都没法开 三个小时之后 刘嘉玲被放了 虽然整个人的状态很不好 但他还是到警局笑岸 并告诉警察没有发生什么 即使这样 梁朝伟还是寸步不离地陪刘嘉玲整整三个月 王家卫也表示 自己会等梁朝伟继续回来拍电影 但是梁朝伟表示 刘嘉玲更需要自己 时间和爱人是自己最好的慰藉 就在刘嘉玲的伤口被逐渐治愈之际 2002年某杂志突然刊登了刘嘉玲被绑架时拍下的不雅照 一时之间被封存了12年的伤口 再次被公布于众 而这家无良周刊也被香港众多明星抵制 这一次刘嘉玲在谣言四起之时 勇敢地站了出来 梁朝伟就是刘嘉玲最大的安全感 事情刚曝光的时候 最痛苦的人莫顾于刘嘉玲 12年前的恐惧再度席卷而来 一向不善言辞的梁朝伟 用最坚定的语气告诉刘嘉玲 这个圈子这么复杂 我们就离开吧 你想去哪里 我就陪你去哪里 那时候外界的声音对刘嘉玲不友好 但彼时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 对于梁朝伟来说 刘嘉玲最为重要 只要他想 自己愿意抛开所有随他远走高飞 对于刘嘉玲来说 最重要的人给了自己最重要的承诺 后来刘嘉玲说到 梁朝伟给了自己一座山的力量 梁朝伟曾给了刘嘉玲莫大的力量 而对于观众乃至整个香港影态来说 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朝伟一直被导演们偏爱 王嘉玲钟情于他 李安说梁朝伟是一个导演的梦 小刚炮冯小刚也说 他是五个实力派加五个演员派 电影中的梁朝伟或风流或厉狠 或深情或克制 真的像李安说的那样 梦想中的演员是什么样 梁朝伟就是什么样 所以演员梁朝伟是多变的 灵活的 但私下的梁朝伟 却因为羞涩和不安 一直都是沉默的 即使他已经拿到了 14个高含金量的奖杯 收到了无数的掌声 与鲜花以及爱慕之心 他仍旧是不安的 他的这份不安源于他的家庭 1962年 梁朝伟出生于香港 一个普通的家庭 所以像很多普通的男孩一样 小时候的梁朝伟 也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虽然不太富裕 但足够的自由与安逸 但这份自由 终究因为父亲一生不肯离家出走 戛然而止 于是梁朝伟就在后来成为了上世纪 喂养家错学打工 最终一元巧合 成为娱乐圈的港台明星中的一元 大家听到最早的 陪朋友便是 但是朋友没有面上 我却被录取的故事 应该就是梁朝伟了吧 故事中没有被录上的朋友就是新爷周星驰 而且梁朝伟在事业上的运气明显好了许多 仅仅是在两年之后 就与刘德华合作出演了电视剧《鹿顶记》 饰演韦小宝一角 并且凭借这个角色火了 值得一提的是 刘嘉玲当时也是这部剧中 在里边饰演了韦小宝七个老婆之一的方怡 但是因为存在感很低 梁朝伟甚至都没看到刘嘉玲一眼 毕竟梁朝伟当时身边有正牌的女友 曾华倩 而且曾华倩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刘嘉玲的好朋友 梁朝伟和曾华倩是拍《鹿顶记》的前一年 一见钟情在一起的 然而恋爱并非全是风花雪月 还有两人相差比较大的价值观 梁朝伟出身贫寒 但曾华倩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富家出身 时间一久 两人的矛盾就出来了 而在两人闹矛盾的时候 作为曾华倩的闺蜜 刘嘉玲就充当了何世佬的角色 谁承想多年以后 这个原本故事外的第三人 竟然成了故事的主角 和曾华倩分分合合六年之后 梁朝伟在1988年恢复了单身 而在同一年 梁朝伟和刘嘉玲彩排了舞台剧 《花心大丈夫》 擦出了火花 至此便开启了两人长达20年的恋爱长跑 但是这段长跑恋爱中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 张曼玉 像苏丽珍和周沐云 因为一张船票错过一样 梁朝伟和张曼玉终究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男平 不仅是观众 就连梁朝伟自己都身陷其中 不难自拔 曾经在采访的时候 许格会问梁朝伟 希望哪段时间可以停留 大家以为会得到一个笼统的答案 谁承想 梁朝伟不仅回答了 还回了一个有灵有准 精确的答案 可能38岁的那个时候吧 后面还补充了拍《花样年华》的时候 这么看来 在剧中不肯出来的不仅仅是观众吧 2000年的时候 记者在头等舱看见了张曼玉 将头靠在梁朝伟肩上 没有太过亲密互动 但就是让人看出一种两人之间才有的心理 第二年 两人还手牵手在春晚上演唱《花样年华》 在《英雄》中 两人在刀光剑影中痴缠 在《花样年华》中 两人光怪陆离中向王 以至于在拍《色戒》的时候 梁朝伟一度拍不下去 不是因为激情戏 而是因为他在和汤伟 在戏中同行的时候 心中想的全是苏丽珍 为此 梁朝伟在拍不下去的时候 对导演李安说 我得缓缓 我得将张曼玉放下 这任谁看在眼中 都是梁朝伟爱惨了张曼玉 但是在《色戒》上映的第二年 梁朝伟却和刘嘉玲在不单结婚了 梁朝伟和张曼玉终究像苏丽珍和周沐云一样 错过了一辈子 而梁朝伟为什么终究选择刘嘉玲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算难 虽然两人的性格天差地别 但却是最为契合 毕竟刘嘉玲虽然在别人眼中是强势 眼里容不得一力沙的形象 但是在面对梁朝伟的时候 刘嘉玲又是极度的宽容 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 梁朝伟和刘嘉玲在1988年就已经在一起了 但是在他和张曼玉绯闻闹得满天飞的时候 刘嘉玲也并没有出来指手画脚 更没有对梁朝伟深思历劫 反而上市这个故事的旁观者 算是给了梁朝伟极大的自由 这是刘嘉玲的底气吗 是的 但也不全是 因为除了有底气之外 还源于刘嘉玲对梁朝伟的极致了解 他比谁都明白梁朝伟是细枝 经常沉浸在角色中 没办法走出来 所以他也明白是周沐云放不下苏丽珍 而非梁朝伟 而且刘嘉玲也的确是最适合梁朝伟的人 私下的梁朝伟是沉默寡言的 这样性格的他出世 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存在于凡尘之中 而刘嘉玲在世人眼中的俗气 恰恰是最能治愈梁朝伟的烟火器 他会因为角色沉郁愤怒痛苦 但是只要回到刘嘉玲身边 他又可以是那个不用看全世界脸色 像孩子一样任性的梁朝伟 所以刘嘉玲就成了梁朝伟口中的驱魔人 在刘嘉玲身边 梁朝伟是安全的 不用理陈凡俗事 只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宜然自得 几十年来 每一次颁奖典礼 刘嘉玲都会在梁朝伟身边 而梁朝伟每一次获奖 都会亲吻刘嘉玲 在众多闪光灯下 梁朝伟的不安会被放大 这时候刘嘉玲对梁朝伟的重要性会更加明显 每一次的局促不安 都有刘嘉玲牵手走过 所以刘嘉玲的强势 向来不是对付梁朝伟的武器 而是保护梁朝伟的盔甲 当时在拍《阿非正传》的时候 梁朝伟因为一句对白念了27遍 而被王家卫骂 回家哭了很多天 这时候互独子的刘嘉玲 就一个电话打过去质问王家卫 就像当年哥哥张国荣去世 梁朝伟因为面无表情 被外人指责冷血 但是唯有刘嘉玲 知道这个被人说冷血的男人 听到消息之后 在家里哭得像个孩子 他的脆弱和悲伤 背着世人却从不背着刘嘉玲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